自从手受伤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动过画笔 朋友们也不怎么在我面前提起画画的事情 可是我自己呢 却从来都不曾忘记 习惯了忙碌生活的我 现在突然被迫停了下来 内心的痛苦和寂寞 自然比那些原本生活就优先的人 要强烈得多 我时常在校园里四处转悠 看那些漂亮的女生 看那些缠绵的情侣 看球场上拼杀的男孩 而我呢 只能坐在树荫下的石凳上 任内心的痛苦 剧烈的烦疼 那天我路过水房 不经意间 瞥见了通向楼顶的梯子 突然就来了兴致 于是就爬到了宿舍的楼顶上 并小心翼翼的猫着腰走到了边上 去看了看脚下的校园 其实我们的宿舍楼一点也不高 自然也看不到整个校园 不过呢 却可以把不远处的女生楼 看得是一清二楚 不时有女生到阳台上 晾晒各种衣物 她们白皙的皮肤和纤细的胳膊 在朝阳里 似乎也被洒上了一层梦幻的光彩 时差让我觉得有一些恍惚 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不确定那场景 是我真实看到的 还是我脑海中幻想出来的 而让我更加喜欢的 是内里的宁静 楼顶上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 没有离开校园 却隔绝于我们熟悉的校园 傍晚时分 躺在暖昏昏的楼顶 温暖而舒服 瞎光万道的天空 和偶尔飞过的鸽子 真的让这个画面出奇的美 我就这样 恍恍惚惚的 度过了第二学期的 最后一段时光 继而回到了家乡 手受伤这件事 如果只是遭受痛苦 那头不是事 但最大的问题是 这次受伤 影响了我的手部功能 严重的影响画画 而且呢 会影响一生 所以这与心理素质无关 没有人能够做到了 过去了 就放下了 郁闷至极 同时又无所事事的我 又溜达去了高中 其实我这个人啊 也真是奇怪 离开的时候呢 不仅没有觉得这个地方 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甚至呢 还有点恨这个地方 但是脚步 还是在不经意间 把我带回了高中校园 那时 燕的高考已经结束 战况如何 我不知道 也没敢主动去问 整个假期里 我都没有看到他 后来呢 我从朋友那里得知 他考上了西北的某个大学 接下来的几年里面 我们还偶尔地通过几次电话 不过呢 也仅仅是如此而已 我从朋友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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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什么事